当初零点电台爆出,黄马打算1.6亿欧元,打爆阿扎尔加库尔图瓦的消息,如今看来只是银河战舰为买下阿扎尔开的一个头。 老佛爷也当然知道这样的加码牵下,曾与梅西·C罗并列的第三球星难度太大,如今再加上西甲斯迪巴萨的步步紧逼,黄马决定单独针对阿扎尔再来一波报价。 这一次,据法国媒体LE10SPOT透露,黄马直接提价到1.9亿欧元。 据法国媒体LE10SPOT最新消息,在当地时间今天,黄马已经在阿扎尔的交易上,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 除了与切尔西达成协议,黄马也接触了阿扎尔的父亲,双方在合同待遇上达成了一致。 这就意味着,黄马可以正式启动,对阿扎尔的引渊谈判了,而且成功可能性极高。 与此同时,再加上此前黄马目标内马尔和姆巴佩出走机会渺茫,黄马今下大可以将全部重心转移到阿扎尔身上。 法媒LE10SPOT指出,阿扎尔父亲近期一直与黄马保持联系,比利时人先与黄马谈妥了个人合同,黄马随后与切尔西展开对话。 此前西梅指出,切尔西为阿扎尔标价为2.25亿欧元,当然这份超过内马尔刷新足坛最高纪录的加码,基本上可以算作一个上限。 毕竟,阿扎尔已经27岁了,未来巅峰西比不上母八配,等未来这批天才球员。 所以据LE10SPOT的最新消息,黄马已经砍价到1.9亿欧元,相对合理。 此外,LE10SPOT还进行了民意调查,问题是阿扎尔能否接班C罗,结果显示,阿扎尔的支持率不到6成,只有58%的球迷支持他。 如果法国所述数十,1.9亿欧元报价,确实能让黄马求购阿扎尔的进展加快。 但巴萨这边的压力银河战舰依然不可小觑。 据今日出版的每日体育报头版新闻,阿扎尔和威廉已经告知巴萨,他们愿意与巴萨进行转会谈判。 此前有消息称,巴萨为了从黄马手里夺下阿扎尔,甚至不惜拿1.5亿地星灯背来作为转会天头。 这样的诚意已经非常高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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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